好 那麼鄭麗文前兩天說 現在應該換侯 否則的話將來會來不及 那當然就被所謂檢舉就有人叫黨部了 你看他都這樣違反黨紀 鄭麗文說我去留不是重點 他說我可能冒犯了主席的權威 我個人不是重點 主席權威也不是重點 而且黨內今天 其實他原來是很挺侯友誼的 他說黨內的危機也不是我造成的 他說他希望2024贏 那問題是這個到底要怎麼贏 他說要喝白虎湯 鄭麗文現在是拱韓國一上陣 那說我就算被開除黨紀也無所謂 他被開除黨紀 他的不分區立委就沒有了 所以呢這個 黨裡面現在有聲音說韓國一上吧 朱麗文說不聽勸就祭出黨紀 另外呢這個 說國民黨有人質疑了 5月17號徵召侯友誼是黑箱 朱麗文說這是謠言 黨內有極少數的破壞者在那邊放謠言 另外呢現在說朱麗文跟金普聰聯手 可能用鄭麗文來記起 因為現在金普聰跟朱麗文他們也必須要合作 否則侯友誼怎麼選 就是競選總部跟黨部他也必須要合作合一 那另外呢這個林濤 林濤因為是朱麗文的嫡系子弟 所以他就率先貼出看板我們上禮拜有秀 支持侯友誼 他現在也去串聯北中南東還有南投公車廣告 就是說支持侯友誼 本來今天週典論 屏東縣議長說要主持一個煥猴大會 那麼在天成飯店 天成就是火車站旁邊那個天成飯店 說12點 事實上這個消息我上禮拜週末就聽到 有這樣的事情 他說這些人是用郭台銘的 要舉行參會 說當時訂了二幾個人 就是打算有二幾個人出席 消息走漏 我也不懂 消息本來就走漏了 我都已經知道 我都知道消息走漏 走漏多少人 所以說後來破局了 說參會就取消了 這中間還有徐鴻廷也在 說徐鴻廷的中常委 一看到大批媒體就離開了 另外振振錢也 這兩個 振振錢審智慧 短暫受訪就離開了 到底怎麼回事 你們什麼時候約好了 然後是誰約的 到底本來是要幹什麼 洪廷先生你先離開 我是今天早上7點 才從新加坡回到來美 跟蔣萬安區先不訪問 我是昨天晚上接到的電話 這麼晚 我過去跟屏東的州議長 其實關係不錯 那州議長打電話給我說 有個事情 大家跟你聊一下 要請教一下 其實我大家也知道 大家會談些什麼 我的態度很簡單 其實我過去就講過 我說今天現在這個樣子 我認為常會不該做任何的事情 但是誰應該要做任何 誰應該要做一個評論呢 黨主席應該要做一個評論 因為我過去一直在講 一場選舉 就像是在演一部電影一樣 黨主席曾昭澤 他就是導演 我們最想問的一件事情就是 請問導演 現在這部戲演成這個樣子了 跟你當初寫的劇本一樣嗎 如果是一樣 拜託你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劇的走向是什麼 為什麼我看不懂 對不起 為什麼我看不懂 不過我相信一定不一樣 不一樣他要怎麼解釋 對 如果不一樣很簡單 你當初在找這些主角 跟你的劇本到底長什麼樣子 把所有人找來 好好的聊一聊 整個做restructure 因為坦白講 所有人應該都看得出來 在現行的這樣的一個結構裡面 結構如果不做更動 結構如果不做調整 我指的是說 不管任何的排列組合 或者是任何的合作的模式 該談的本來就應該要談 這樣子的一個談 黨主席要做最大的判斷 因為你現在所演的戲跟劇本 跟你當初真招的時候 想的絕對是不一樣的 如果是這樣 拿出你的魄力來 把大家一起找進來 比如說好好的去跟男二講 對不起 當初沒有選你做男一 原因是什麼 但是我們還有沒有機會 繼續的去做什麼 就是男二的角色 也可以發揮得很棒 我們的劇本在這些部分上面 你看外面又有一個 看起來也不錯的演員 如果大家能夠團結起來一起 那也是一個很棒的方式 也就是說適度的評論 是一定要做的 評論再重新溝通 遠比我們現在每天在討論說 要不要跟誰道歉 要不要跟誰站在一起 我覺得國民黨要有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體會 就是今天就算整個黨 都站在我們的候選人後面 我們都不一定會過關 所以今天候選人應該要做的事情 很簡單 讓全部的民眾清楚你是一個 怎麼樣的總統 清楚你是一個怎麼樣的領導人 那是候選人應該要做的事情 整個黨要做的事情 其實很簡單 整個黨就是我們把所有 我們能團結的力量 團結起來 一起去衝 所以我想今天在開這個會之前 我原本以為是一對一的見面 而不是什麼什麼 什麼喚侯大會這些 你以為只有你跟重點對兩個 對 因為對不起 因為我之前跟整個屏東的關係 在選舉的過程中 我想黨內很多人很清楚 在選中常委的過程中 我跟地方派系 包括佩祥 鄭錢 我跟地方派系 不管是北 中 南 其實都有一定的熟悉程度 所以當初其實他說 來聽聽看我的判斷跟我的意見 所以我一直以為是這樣 那每一打開 看到全部的事情 我還傳一個簡訊說 我非常不開心 對 我覺得我被消費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很簡單 我剛才的定調也是這樣 常會不適合做任何的提案 常會也不適合做任何的動作 這件事情是徵召者 也就是導演 也就是總教練 也就是黨主席 他應該要負責 要跟大家解釋清楚 要跟黨內去做好說明 因為這個說明 有辦法幫助我們的候選人 繼續走下去 你們現在走到什麼地步 5月10幾號朱立倫說 我要徵召好友誼 對不對 5月17 然後中常會通過了對不對 有沒有通過 7月13日 723要召開全國黨代表大會 等於是中常會 要把它通過主席的徵召 送給黨代表大會 兩千個黨代表去承認去通過 去核備 對不對 這招還沒有走 所以你剛剛講 中常會已經通過了 到時候是中常會 要跟黨代表大會解釋 還是黨主席要去解釋 因為中常會通過的是什麼 中常會通過的是我授權黨主席 採取徵召的模式產生候選人 黨主席徵召了以後 中常會也沒有通過 因為你已經授權了 所以就沒有再通過 不需要再通過 不需要再通過 所以你們沒有再通過 對 所以已經授權了 所有的權力已經丟出去了 723全代會就是黨主席 把你們 把徵召的結果 被授權把徵召交給全代會 這樣子 對 你們兩個中常委很大人 來 剛剛宏林講的其實還滿清楚的 那我是 之前我知道有這個聚會 可是就是他們今天早上 才跟我講在哪邊 這樣神秘 對 所以我是今天早上 我就很匆忙的上來台北 然後打個招呼 我就先走掉 因為中午的時候 其實還有別的會 所以我就 11點出頭我就走掉了 所以就沒有參與他們的參會 我也不知道後來參會有沒有走 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哪些人來 說實話 因為當時約的時候 原本在想說 大家中常委之間彼此交換意見 其實我覺得還滿普遍的 一件事情 那就是去的時候 其實當然就是州議長 其實他也表示 他對於現在的情況 其實是擔心的 那我想這擔心 不是只有州議長擔心 我們在基層 大家都很擔心 他都在想說 怎麼樣子能夠讓國民黨 重新力挽狂瀾 然後能夠贏得 2024年的一個勝選 我想這是很多 藍營支持者的 共同的一心聲 那到底要怎麼走 那我就回到 比方說鄭立文跟他 他那個說法的時候 是鄭立文的一個主張 我必須強調 鄭立文之前是大力挺猴的人 非常非常挺猴 而且事實上 他當時也覺得 中央黨不應該要 趕快徵招猴出來 就避免這些不必要的 一個紛擾 所以我在想說 立文其實他會有 這樣的一個轉折 然後而且是很公開的出來 呼籲黨中央 我覺得他一定也是想了很多 然後在想 在這種局面當中 你怎麼樣最快的方式 能夠對現在的局面 有一些突破 我想立文他思考的狀態 他之前私下有跟我講過 他在想是國民黨 怎麼樣子能夠繼續往前走 而不會死在2024年 他覺得2024年 國民黨如果真的選得 很糟糕的時候 搞不好國民黨 就沒有接下來了 這是鄭立文他很擔心的一點 所以說這個擔心不只是 鄭立文不只是州議長 很多人大家都在擔心 所以我在想說 現在黨主席 中央 他現在要怎麼樣子整合大家 我在想說 之前在講說 徵兆過程當中有三階段 我覺得黨中央只要有一個 很好的一個說法 然後能夠讓大家都覺得 是合理的 然後把就是該整合的人 很快的把它整合在一起 我覺得國民黨 其實還是有機會的 鄭立文會不會被開除黨籍 我覺得要看他之後的 態度跟這個部分 不過我補充一點 因為我不知道他這個是午夜 所以我被約的時間是10點半 那麼早 我被約的時間是10 所以我到的時候 當然我遲到了一點點 所以我大概是10點50到 搞不好想跟你想 像個別談談也許 但是因為門打開的時候 都是記者 既然午夜怎麼記者那麼早 就到了 所以我就覺得很妙 但我後來其實也是就是說 很多事情就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 應該讓他回到 新北市長的位置上面 專心 對不起 專心市政 繼續點名 藍營母雞別再選下去 還是回到市府 呵呵做事 他或許跟我們這樣的一個選舉文化 是有點格格不入的 所以我不希望兩頭落空 黨內支持度墊底低迷 要怎麼辦 只是沒對自家人立挺 換頭倒是衝第一 現在就有黨內人士 已向地方黨部檢舉 判對鄭立文黨紀處理 一旦做理 可能對他的不分區身份 有衝擊 自認去留是小事情 但藍營設法穩軍心 反正就是國民黨現在看起來 又次提名的 沒有提名 徵召了何有意 還有到全大會去通過提名 郭台銘現在顯然動作也很大 今天週底論這個常會 本來是要支持郭台銘 希望你們支持郭台銘 郭台銘現在的策略 就是希望支持 在國民黨裡面支持他的聲音高 把喉打下去 把喉打下去 他第二步想辦法跟柯文哲結合 這是他的想法 柯爾不要跟他結合也不知道 但是這是他的計畫是這樣 我們談了何有儀 談了賴清德 要談柯文哲 也談了郭董 柯文哲說他2020年中 一定選到底 你們都說我可能不選到底 一定選到底 而且當選以後 葛魁是由最大黨來推薦 這個很震撼 什麼意思 因為他之前講聯合內閣 這個不是聯合內閣 這個是內閣制 法國 就是如果總統是一個黨 如果說國會是另外一個黨 總理由那個黨推薦 這叫做內閣制 真的是內閣制 聯合內閣就不一定了 聯合內閣是說 也許我是 因為他說他可能只有十幾席立委 立法院法案通過都要一半 所以我十幾席立委 如果說譬如舉例來講說 另外一個黨加上我可以超過一半 這個也可以組成聯合內閣 就不一定是最大黨 可能我二三加起來比第一大 他的講法是 我由第一大黨來組隔 另外一種就是我二三加起來 那就要聯合內閣 所以他之前說是要聯合內閣 現在又說最大黨組隔 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政治理論上 好 但是不過他今天講說要最大黨組隔 所以這樣的話 如果民進黨是要民進黨組隔 他說不排除 不排除 另外他講他的區域立委提名 有三個原則 第二原則是選得上 當然他最好是選上 選上當然是第一位選 如果我選不上 我要看我要讓誰落選 很可怕 所以大家要比比賽 第三個我長期能不能經營下去 就是說也許他現在選不上 但是他長期經營 也許以後可以選上 所以他說有三個原則 選得上這沒話講 你選得上是你本事 長期經營也沒話講 尤其是要上誰落選 國民黨很多委員就很害怕 因為他會影響的不是民進黨 他會影響的是國民黨的委員 另外外傳國民黨要柯文哲 無條件投降 柯文哲瞪大眼睛說不要開玩笑了 我也不相信國民黨會講這樣 如果國民黨有人講的話 那腦筋壞掉 自由時報的報導 什麼叫做無條件投降 不可能 就自由時報的中間 自由時報的獨家報導 是這樣 好不好 國民黨黨裡面也不承認說 是空穴來風 民進黨一定也很生氣 也有人問說 你們辯論會問什麼 其實還早 辯論到 大概要到12月才開始會有辯論 侯友宜說 先確定 7月23號 柯文哲說沒有換侯友宜 會不會亂記得什麼 他會不會亂記得怎麼樣 務實推動台獨 好 那麼柯文哲現在在 看侯友宜到底能不能 撐過全大會723 侯友宜說他應該把 侯友宜說 柯文哲應該把政策說清楚 你管我 我當然會撐過 我怎麼通不過 你自己把政策講清楚 不要看我笑話 另外 柯文哲也說 侯友宜重複了韓國瑜 失敗的經驗 說他現在當時就不應該選新北市長 就應該直接選總統 他現在就算遲了也是被罵 你們當時市長半年就跑掉 就是說你遲不遲都會被罵 這是柯文哲的講法 所以他說他當時曾經想 後來也沒選 就上次了 就這個意思 如果他沒選的話 未要這件事 就不會被搞那麼慘 當然 未要這件事情 當然是政治的操作等等 另外郭台銘可能在國民黨 全大會之前就宣布要獨立參選 柯文哲說 他的權力 他如果連署成功也是他的權力 另外 柯文哲說 他真的辦演唱會 本來想在北流 結果 這太監揣摩上也不給我辦 結果 遊俗會就拿出 所以你柯前市長合定的 就講說 講些什麼 說 要選總統 副總統 中央及地方公職人員 舉辦競選活動的時候 就不可以 不可以出界 所以並不是說 我們不阻擋你 當時你訂的 你當市長時候訂的 不過他還是很厲害的 8800元這個價錢的天價 說4分鐘就完售了 將近400張票 就賣光光了 我們看一下 市政論會時間 問侯友宜什麼問題 我要先確定他 7月23號 23號還在 直出國民黨對手 侯友宜的痛點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 酸度爆表 對象不分藍綠 你要問賴清德 什麼問題 請問他如何務實的 推動台獨 假設郭台銘 等7月23號 他有出現 再來思考 對可能的敵人 郭台銘先手下留情 柯文哲在提醒 一旦郭台銘參選 攻擊肯定 鋪天蓋地 柯文哲在批侯友宜不信邪 重蹈韓國瑜的復撤 你為什麼重複過去失敗的經驗 韓國瑜不是這樣垮的嗎 你看韓國瑜還沒參選 那時候升掉 參選馬上就掉了 每個人都常常會以為自己是例外 結果抱歉 你不是例外 你還是一樣 自信2024很可能勝出 偏偏藍白整合併購傳言不斷 柯文哲一句話 要大家安心 台灣民眾黨都已經提名我了 現在要怎麼處理 一定要選到底 行政院長應該由 國會最大黨來推薦 參加董事長開講 現場2000人坐滿場 支持者狂喊 柯文哲很務實用這句話回報 趕快回席拉票 來 這個曾宇 其實首先我覺得我要在這邊 然後透過邵康哥的節目 然後來跟我們台北市 優秀的公務人員道歉 因為其實柯文哲昨天 他用他自己個人的意見 來去比喻 就是公務人員 配件喘火葬意 坦白講這裡我要公開的 向我們優秀的公務人員道歉 為什麼要這樣說 其實柯文哲留給台北市的 就是文官體制的改變 同時間柯文哲最欣慰 也最驕傲的就是 台北市的公務人員 會依法行政 所以我覺得今天公務人員 他今天 為什麼很多議員都出來批評說 這不是你當初的SOP嗎 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塊 我們還是要 我認為柯文哲的比喻 也許用詞不當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回歸一個 叫做人走茶樑默契的退場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塊 柯文哲他也許由他自己的感受 沒有跟他的比喻 但是我認為作為民意代表 以及台灣民眾黨的代表 我覺得必須要像 依法行政的公務人員 我們致上很深的歉意 因為我覺得這樣感受 真的不太好 在這個部分我要來替柯文哲說 那同時間我覺得 你說國民黨到底要怎麼樣 所謂的不管是整合 或者是併購也好 坦白講這個對民眾黨來說 一直以來這個議題 我們都會一直不斷的說 這個就是在吃我們的豆腐 因為對台灣民眾黨的主體心來說 我們就是堅持到底 堅持支持柯文哲選總統到底 剛剛有講到說聯合政府 然後跟我們立院最大黨 來去提名所謂的行政院長 其實這個的源頭是怎麼樣 其實大家很害怕的是 贏者同吃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讓人併購的政黨鬥爭 還有社會的對立 這是柯文哲最不希望可以發生的 所以他才會去提出這樣子的概念 如果像我覺得剛剛趙大哥說得很好 第一個可能是最大黨 第二種方式就是我們再加第二 也許他成為是國會過半 用這樣子的推舉方式來說 我覺得這樣才可以達到一個政權的穩定 這是柯文哲想要邁向的目標 所以我覺得大概這一塊 柯文哲其實提出了非常 落實聯合政府的務實的方法 同時間也告訴大家 我們台灣民眾黨不會是贏者權 拿著這樣子的方向 所以這樣子才有辦法去做到 聯合政府團結台灣 然後達成所謂的政黨輪曆 這是台灣民眾黨的目標以及方向 來 政委 我必須要講 其實柯文哲真的很能夠 帶一些話題跟風向 他怎麼講其實媒體都非常的關注 那我在想說 當他之前在講聯合政府的時候 剛剛趙大哥特別提到 聯合政府跟最大黨當格魁 其實情況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這在政治學校 確實是不太一樣的狀態 可是我要講說 當柯文哲之前在講聯合政府的時候 我就不由得要想到 在2012年的時候 小英也提過聯合政府 當他們目前就是在比較 要爭取其他的政治力量結合的時候 就會提到聯合政府這個概念 我覺得這個也無可厚非 其實確實就是 整個政治發展過程當中 其實確實就是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只在想說 柯文哲現在他在提到說 他要去提名的三原則的時候 我倒覺得這部分其實很有趣 他第一個說能夠選得上 然後第三個部分就是說 能夠對長期發展有貢獻 然後第二個點 那個理由 我就覺得很可愛 就是也許我們自己也可能 都是受影響的 也許基隆也是 可能他可以在很多地方都受影響 可是他這樣講出來說 我們就覺得他非常的直白 非常的逗趣 然後感覺就是一個話題 不要得罪我 告訴你 我兩個落選 來 鳳馨 我覺得北流這件事情 柯文哲自己主動道歉會比較好 就是曾宇來道歉其實是不夠的 我覺得柯文哲應該也會願意 為這件事情去道歉 但是至於說就是那個小雞 跟母雞之間的問題 我覺得國民黨的小雞 太過焦慮了 如果你要想清楚的話 相互之間其實都是有彼此之間 如果你真的要打壓 國民黨的小雞到這種程度 有一天對於你自己在選總統 也會有傷害 這是柯文哲自己要想清楚的 祝福 只要不要DDP執政 只要政黨問題都好 至於最後結果怎麼樣 我認為算是沈大樓講得很對 好 那麼朱立倫說 因為他們會接著辦很多造勢大會 那會把喚猴的聲浪壓下來 第一個公車廣告上路 第二個明天全台灣青年團 要開記者會 另外後天全國軍公教錦消後援會 還有四場後援會力量會團結起來 所以7月23號全代會以後 會有更多的造勢大會一場一場 會把喚猴的聲音消滅下去 不過也有朱立倫 也有中常委要朱立倫 整合2024最強組合 認為現在並沒有一個最強組合 而且明天要串聯 本來是前兩天 不是要請吃飯 要喚猴有儀 但是國民黨說 喚猴有的可能性 近乎零 不太可能的 那另外呢 到底這個黃建廷 因為黃建廷有出來說 說國民黨有一個B計畫 郭台銘說哪有 那你講我心很痛 你這樣講 你問我有沒有 我相信有 所以有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很簡單 就是說國民黨把這個 郭台銘說你可以參加什麼徵招 然後講說如果你能夠贏 侯友宜就是你總統 如果贏不了立法院院長也很好 不分區地面也很好 所以這兩個並行不備 並不是說你就不能去參加總統的 這個徵招的競爭 而是你如果成你就是總統 侯友宜 新北市長繼續幹 如果不成你來做不分區第一名 對不對 帶領立委候選人去打仗也很好 那黃建廷是說 郭台銘還是說 我不在第一名 我電後排在後面壓陣也很好 排在比如說十名十一名或是十四十五名 也很好等等 所以換句話說是有討論的 但是是不是表示郭台銘就接受 我不選總統我去選不分區沒有 黃建廷也沒這樣講 那我在想說黃建廷為什麼 把這個釋出來 因為事先他們都講 郭台銘認為他被國民黨騙 說國民黨內定郭台銘 他是跟你解釋沒有內定 如果內定還會有這個什麼不分區 所以他被國民黨騙的 所以我現在有正當性 我要出來自己幹 一定是這樣 所以各有各的立場 各有各的講法 所以黃建廷才說 是有一個B計畫 那當然現在郭伴是否認 沒有這個 而且黃建廷說 討論不止一次 甚至才到討論到排名順位 就是我剛剛講的 第一名他是在邊緣 有的人認為說 電後 他在邊緣 電後可以押正 大家為了郭台銘搞不好來 投不分區 我們多當一兩個不分區 等等 但是郭台銘幫助說 三月十號 絕對沒有台銘下私項 接受受協議 就是沒有受 我相信這句話也沒錯 沒有接受 沒有說我就是這樣 我不選總統 我就是立法院 因為郭台銘現在很擔心 人家說你到時候 立法院也可以 那你就不要幹嘛搞總統 他是要趕快把這個也殺掉 說我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接受等等 但是有沒有討論過 郭台銘能不能講說有沒有討論 我相信是有討論過 我認為是有的 我們看一下 這件事情 後來不只一次討論 甚至談到排名的順位 沒過提名 就擔任藍營不分區 角逐立法院長也願意 但郭台銘卻說 這是假訊息 郭董還說 不需要把他放在第一名 他可以排後面一點 還有吹票的效果 我聽得非常的敬佩啊 3月12號那天 郭董跟我約了見面吃飯 我就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我說的都是實話 Plan A跟Plan B同時存在 為了就是不要讓 泛男分裂 一改沉默不語 平凡對來對去 接著郭台銘也再度聲明 對國民黨高層秉持信任 不能理解黃建廷為何要抹黑扭曲 成為打擊友軍的武器 且就在這時 藍營內部挺郭勢力 台北低調餐序 包括黨籍屏東縣議長 周典論中常委 政政前審智會等挺郭色彩很鮮明 甚至表態挺猴的常委徐鴻 黃建廷也一度要入席 我不曉得耶 因為我是臨時被通知 我就過來 那就先過來打個招呼一下 這個會議不是我要急的 我是受邀來的 第二個在這裡面 沒有談到患喉的問題 說密謀有的沒有 其實滿好笑的 被說運作患喉 重申絕無密謀 但集結部分挺郭 偏偏在這封肩浪頭 或許解釋再多都沒有 好吧 反正黃建廷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絕對沒有內定 沒有內定誰 郭台銘認為你內定侯友宜 甚至說你內定我 外面說本來內定侯友宜 內定郭台銘沒有 絕對沒內定 那郭台銘辦公室要講的時候 我們絕對沒接受不分區 主要是重點這兩個 吵了半天吵這個 來 老實怎麼看 不是 你講得很好 沒有接受協議 因為後來沒有 郭台銘說好 就這樣辦 這句他沒有講 但是他現在就用這一句 來反擊所有黃建廷講的話 但是重點是黃建廷講那些話 就是說我們討論過 就是說沒有內定 而且最後入死隨手 還不一定 萬人 你如果不是被徵招的人 這就是米計畫 但是米計畫你沒有同意 這個這樣 郭董撞不了 這個是突破他的 裡面心灘 很幽暗的一面 你想郭董 你跟他說個人有個人的立場 個人有個人的想法 不是 一個人講聲話 一個人在說謊 一個很高興的 他以前四黨經事的 副總統候選人 現在主席把他用了 也就是要建立一個 跟郭董可能的橋樑 這個基督徒 三黨吃飯 都要基督洩飯的人 你跟他說 他做辦法 是跟他說八十歲 你也知道 我覺得郭董是可兒子 走到今天搞成這樣 你已經沒有路了 你知道嗎 國民黨是跟你覺得 柯P呢 柯P看到你來怕死了 要來把他翻譯 要來說 讓大哥做一遍 先做四黨再說 我說柯P不是傻人 柯P四黨前 還算你賣錢賣錢 不過柯P這次講說 他四年前是來推銷 他不分區的名單 其實不是 不能用那種推銷 這兩個字 因為是郭董已經放棄 王建平也放棄 剩下柯P可以選 那郭董就說 那這樣 我沒有辦法選的話 我就你們不分區的名單裡頭 我大概前幾名可以進去 那我推薦幾個 四個五個 你看要怎麼安排 現在柯P要拜 他說我是看上高鴻安 為什麼看上高鴻安 因為是理科女 學理的又是女的 這也是理由 你現在每次都說得漂亮 然後其他我都不要 都拒絕了 然後他又說 郭董拿了這些 又去向親民黨推銷 我說哪是真的 你郭董也是 你說他是Sales 推銷完 推銷到這種頂度 親民黨怎麼可以 那個那個 那個可以 部分區可以 可以動算的名單 所以郭董你實在知道 我也是怕你 郭董已經把你看不見了 你四個都走不路 像活在郭粉的心中 這樣的一個 一帶商場的霸主 落到這種田地 你敢不敢覺得會辛苦 郭董會 我看起來就是非常的紛擾 國民黨在這一個 這是這個黃建廷跟這個郭台銘 看起來是各說各話 那我倒是想先講一下 就是剛剛這個大佬講到就是說 侯友宜是故意 跟他算 我覺得這也是 這個選舉 其實還是一個說服的過程 我覺得侯友宜真的很可憐 你知道嗎 就是說 他現在是一個總統候選人 就是大家剛剛講 他道歉的這一段 就是剛剛淺秋有一句 他說只要真心總能促成 我想他如果真的想要跟韓國瑜 可以有個更好的一個溝通 大家有提過很多的一個方式 但他的誇共裡面 是不是願意讓大家 我就說那是個說服的過程 更讓大家認為他真心的想要 跟他做下來好好談 這個是侯友宜要去努力的部分 那剛剛提到這個郭台銘 有關這個我們不分區的部分 這一屆當然還沒開始 上一屆的時候我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我自己是不分區海選出來的 我記得我去海選的時候 我記得很清楚 那時候我走進去 結果媒體問我說 人家都已經有內定誰了 這樣你還來海選什麼 我說他如果海選 那這樣就不要公開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轉頭就走了 那當然後來就知道說 確實有幾位是柯文哲的口袋名單 其中一位就是大家知道高鴻安 高鴻安當時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說郭台銘大概提了 七個名單 給這個推薦給柯文哲這樣 那柯文哲當時確實是因為 香港是理科的 而且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民眾黨就是一個很年輕的政黨 所以他當時確實是挑了年輕 然後理科 這是他的一個要素 那當然裡面還有其他人 當然用這個字眼 用了所謂的兜手 我不知道這個是 這個當然沒有不能這樣說 我覺得是推薦 一個是推薦 然後其他有一些人 大概也推薦的去了親民黨那邊 那我們這一次 我想我們這次的不分區也是 還是一樣用海選 那我相信還是會接受 各方的一個推薦 大概是這樣 領導 其實我們知道黃建廷 這個秘書長的個性 就是很胡思很直白 他基本上他就是平鋪直續的 把他跟郭台銘董事長 互動的過程 全部講完而已 那他也沒有去 要去攻擊郭台銘董事長都沒有 他手上有沒有資料 他當然有 可是拿出來 我覺得他會讓 拿出來所有的支持 會更焦慮 那你要開戰嗎 所以基本上他是很平和的 把整件事情講完 就是說過去確實有跟郭總統 董事長談到這一方案 那郭董事長也確實 你知道這個方案 你才會說 那不然我不要排第一名 我排其他的方案 代表你非常充分的了解 黃建廷的說法 我在這邊講 就是說基本上黃建廷 秘書長講完之後 國民黨發了一個新聞稿 他是很平和 他說如果我們現在是 以政黨輪替為目標 那麼國民黨一定要爭取 郭台銘董事長的支持 基本上就是很平和的說法 那看到郭董事長的臉書 也是寫到很清楚 他說我跟高層一路情意相挺 就是講黃建廷秘書長 我猜 那在整個過程中 還是要一併團結 對外要爭取民意的支持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收兵了 那為什麼會收兵 因為大家不想要看到 這麼紛亂的場合 我昨天晚上拿了一件 這個襯衫去乾洗店 那個老闆直接跟我說 他說林濤你一定要講一件事情 你叫郭董事長千萬不要再 因為所有的民調他出來選 都是會分裂 都一定會敗的 而且他提到一個重點 他說郭董事長不是說 這一次的初選不夠完備嗎 沒有給他充足的時間 可是縣市首長 民調立委 立委候選人 然後給他三十年 全部都完備 那他說程序不完整 好 那我舉另外一個例子 請問四年前的程序有沒有完備 總是有公開跟朱立倫 跟韓國瑜辦民調完備了 可是後來的結果是什麼 是思維黨政退黨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一樣的標準 你要讓人家覺得 再一次造成這個 所有國民黨支持者的傷害跟焦慮嗎 所以我覺得國總事長 基本上他發這個臉書 我也覺得很好 因為他是很平和的要收藏 每一個人都有台階 每一個人都下來 每一個都平和來做這一局 我覺得這才是支持者 現在我看到了 所以我覺得剛才沈大佬說 我們不要寵我們的什麼 總統候選人 其實沒有我們是鼓勵建議代替 我們要去折罵跟謾罵 為什麼 因為我也支持 我們去發起這個看板 跟全台公測的串連 支持者的團結的力量 那個氣氛是起來的 我覺得是有效果的 那麼郭泰銘他說 有心人是在挑撥 在抹黑我感到很痛心 為什麼 因為大概前一陣子 國民黨秘書長黃建廷是說 討論過A計畫 B計畫 A計畫就是你跟侯友宜好好去拚 看誰會被提名當總統候選人 B計畫就是萬一沒有 當地反院長也很好 當總統有什麼好 你只能到那幾幾個 鳥不聖誕的國家去 然後美國還進不去 你現在還可以進白宮 人家賴清德的夢想就是進白宮 你去年上次就進了川普的家了 然後當地反院長全世界到處走 你有一個專機到處去 你有錢 浮選國民黨這些立委 每個人都尊你為老大 多好 所以A計畫當然好 不行 B計畫也可以 據說郭台銘就說 我不要第一名 我14 15名就可以了 我墊後就可以了 所以當時的確是有討論 但有沒有結論 可能沒有結論 所以郭台銘就說 我就不要A了 我要B了 沒有這樣子 但是有沒有討論 有沒有討論 也就是說黃建廷和郭台銘 這樣講好了 有一個人說謊 誰說謊 我這邊不客氣的問 誰說謊 政治人物誠信很重要 不欺暗示 不能說謊 有沒有討論過 有沒有 郭董有沒有 有沒有討論過 有討論過 有討論過 你就說有討論 但是沒有結論 黃建廷有沒有討論過 大家坦白講清楚 今天大家獲悉 你就因為不願意 算了 不講這個不講這個 因為覺得將來 大家還有可能再合作等等 到時候真的是翻了臉了 就廝殺了 還有什麼合作不合作 真的這樣子 現在大家都還滿客氣的 真的滿客氣的 你看藍營既不罵柯文哲 也不罵郭台銘 因為都希望家人能夠合作 所以現在都不講 好 那麼 郭台銘昨天引述 三國演義的離間記 這就是離間我們 所以我去當立法院長 是離間 黃光琴說明年1月13號選票上 一定會有郭台銘的名字 所以因為他參選的意願 非常強烈 非常強烈 那麼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表明 告訴你們 你們怎麼協調有沒有 我就是要登記參選 我就是要開始連署 也是一種方式 我覺得也是大丈夫 搞到現在 你選 不選 搞不清楚到底要幹嘛 你真的是說選了 對不對 我真的要選了 那大家就開戰了 就開戰了 開戰也是一個方法 好 那麼何友宜 郭台銘今天有可能在台東 銅框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台東那邊 他們議長副議長有一個聯議會 全國的 聯議會 很早以前就有了 今天剛好到台東 到台東那邊舉辦 所以台東的議長等於做東 台東議長說他有請侯友宜去 合理 因為國民黨 這些議長大概都國民黨比較多了 但是郭台銘說有主動來希望說 我也要參加 他們說也歡迎 那現在到底怎麼排 都在主桌上 還是有主桌有另外的桌 早上的時候他們說還沒決定 要看狀況 那到底何體會講什麼 何友宜就說 我們這是中華民國派 何友宜也可以換個講法 不是講來講去是團結 就中華民國派 聽你也煩了 你講一些積極的話 吳俊麗曾經當過台東現場的 他說我希望兩個人能夠合 如果能夠侯郭合 才有機會贏 其實你問我 侯郭合都不見得贏 侯郭柯合才比較有機會贏 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 來 靜穎 趙大哥這個我不知道怎麼見 沒有關係 叫你 但是今天才7月12號 7月23號 這中間還有很多很多的時間 每一次的中堂會 可能都會再次被提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對國民黨而言 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那包含說 在每一次的媒體的 這個媒體的見面的這種場合 像今天侯跟郭 可能要世紀同框 或者是每一次侯友宜 出來的這種大型造勢場合 接下來一定會越來越多 這種大型造勢 要團結 要慎選等等的 但是媒體關注的焦點 只在於 譬如說剛剛趙大哥講的 主桌的名牌怎麼做 然後這些有沒有韓國瑜有沒有出席 那韓國瑜出席之後 跟侯友宜的互動如何 大家越來越放大這些東西的時候 反而當事人自己 我覺得會越來越尷尬 所以我覺得這對侯友宜而言 這是一個要儘快去解決的問題 到7月23號再去解決 或是7月23號以後再去解決 其實對侯友宜都不利 因為團隊的團結而言 侯友宜再去拋一些國政的東西 大家才會看到你國政的亮點 不然很多人都會見風插針來去討論你團隊裡面 內部到底團不團結 我覺得這個是一點 另外一點也是我一直很想問的 就是侯友宜 其實大家一直都覺得 他應該以前當過警察 其實他人面應該也很廣 他也很會這個 很會社交 很會拔軟 可是在這麼多人和的問題上 他到底為什麼卡在哪一個點上 沒有辦法去解決 或者是他到底卡住在哪裡 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是侯友宜 要自己問自己的 當然團隊要團結 才能去打國政 才能打民進黨 才能對執政黨提出一些監督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 應該盡快解決這樣的問題 聽尾 到底怎樣 在你們基層 其實基層很多人都會在問 那我們也真的很尷尬 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坦白講也有滿多郭台銘的支持者 會來跟我們聯繫 會希望說有這個機會 不管是支持郭台銘 或者是有機會連署等等 但是我想我們現在就是很堅定的 尤其我們身為區域候選人 我們都是希望 黨提名已經確定是侯友宜 我們就希望 照著這個步驟一直往前進 坦白講 今天就算換成郭台銘 不要忘記了 侯友宜也還是有15% 那這15%也不會至少 不只15% 最低 最低 電腦人不要說 所以我想水跟火 有時候在這個時候 可能或許不合 那我們希望他們如果有機會 我們又能掌握水又能掌握火的時候 公民黨就會再一次的大起 我想這一次只要 不管是侯郭佩 郭佛佩 大家好好的努力 我們坐下來先談 才有機會做整合 但看到了郭台銘發了這一個文章 我們好像又攔起了一點整合的希望 我們也希望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能夠盡事前前 把話全部說清楚講明白 更希望侯友宜一定要照著現在的步驟 持續的努力 包括其實像我昨天也是 我昨天在拜訪這個餐廳 我拜到A桌的時候 我想B桌應該不會希望我打好他 我就離開了 結果我離開了快20分鐘 人家就說那個B桌的說 你都沒去打招呼 我為了這件事情 我20分鐘後馬上又趕回去 候選人就是這麼小 我們現在這個時機點 我想侯友宜也應該要把自己的 不管是自己的姿態 或者是相關的談話 能夠再努力 拜訪三次不行 拜訪30次 30次不行 拜訪50次 我相信總有一天能夠打動 妳就不用算了 這樣子 我這邊了解的是說 為什麼政立委員會這麼著急的 要出來講說 侯友宜就是不行 然後要換 主要就是牽涉到是因為郭台銘 因為郭台銘那邊 現在就是曝露出來 就是他已經沒有回頭路了 他就是一定要參選到底了 他現在不但是地方的議會 這些有很多朱立倫口中 這些牛鬼蛇神 他們就是挺郭台銘到底 然後他們跟朱立倫跟金浦聰 都有一些不同的恩怨在 然後跟侯友宜也沒有那麼的親近 所以說在郭台銘勢必要選的情形之下的話 他就會覺得說你侯友宜那麼的弱 那這樣子的話未來的這個局面就越來越難收拾 那我也非常的同意 趙先生剛才講到 就是說這幾個 我這樣講 有點這個性別不正確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這幾個大男人在搞什麼 就是說這個 今天侯友宜他是個警察英雄 怎麼會到了這個真的被徵召了之後 然後出來的形象是 道歉也不乾脆 對 然後說個主張也這樣子別別扭扭的 然後你今天到底有什麼重大的這個關卡 不能夠讓你跟侯友宜兩個都 跟侯友宜跟郭台銘 兩個不是都是關公兄弟嗎 有什麼好不能談的呢 所以為什麼會搞得這麼乾尷尬尬 我覺得非常奇怪 還有郭董也是 郭董今天你如果就是 反正我就是要有這個首富的霸氣 我就是要選了 你就不要管你在 國民黨徵召侯友宜那天的時候 你在臉書發表了 那麼一個感人肺腑的一個談話吧 你就說 是我過去講過了這些事情 但是我當初的確是有心 是要支持侯友宜的 可是我們看了這段時間 侯友宜真的是起不來 今天這個中華民國的未來 比我個人的這個熔辱的悔育更重要 所以為了中華民國的未來 所以我這個任棒任怨 我還是要參選 你把話講明了 你現在都還是留著一個尾巴 他這個尾巴在哪裡 就是在這一群要去拱這個郭台銘 然後要換猴的這些中常委 所以才會搞得在中常會裡面 一試不成再試一次 然後現在又可能準備 有一些人要準備在拳帶會裡面串聯 這不是至私一分嗎 不是 基本上是這樣 郭台銘本來 他就可以用獨立參選人參選 因為他也 反正已經離開國民黨了 所以他如果打算 從頭就打算用獨立參選人 他從頭就不需要跟朱立倫 搞什麼徵招這個遊戲了 不必了 你既然參加 是他主動被動我不知道 但是你既然參加了 不管主動被動不重要 你參加了這個遊戲 那你就願賭服輸 那怎麼辦 對不對 既然國民黨中常會授權朱立倫 就挑了不管用什麼理由 挑了侯友宜說看民調也好 問縣市長問你 挑了侯友宜那就是侯友宜 郭台銘就得服氣 這就是這樣 否則就不要進來 對不對 你當時也可以用獨立 我當時講 郭台銘有兩種可能 一種就是跟國民黨 參加國民黨出選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 國民黨不搞出選 我就參加國民黨出選 一種就是自己用獨立候選人 去連署 都可以 要不然就跟柯文哲合作 也可以 你現在選擇這個 你現在又 好像又不要 郭台銘是生意人 盤算得驚得很 他現在為什麼不講死 對不對 他否則就講死 我就要選到底 對不對 你選到底到底不選 你就是小狗 對不對 就是你就是不守信用 他為什麼不講 他也不知道他怎麼選到底 我真的覺得他不知道選到底 他如果真的要選 他就講選到底 他在看 他在看國民黨這些中常委 會不會把侯瑜幹掉 侯瑜如果幹掉 他才會出來 然後下來他去整合柯文哲 如果侯瑜還繼續幹 我不認為國台銘會出來 不會當選 他才不會打 沒把握的仗 他一定要說國民黨這些中常委 把侯瑜幹掉了以後 然後國民黨沒人了 那他 他出來以後 他再跟柯文哲整合 那他會幹 他在想這個東西 所以他不講死的原因 AIT 用地已經是全世界 他這個外館的第三名 很大 6.5公斤 好 那在內湖 現在希望能夠再把旁邊的公園 這個其實是國中預定地 希望兩公頃多一起租下來 說這是可以深化台美關係 李明涵深化很好 我家的私底都可以給你 建交 跟台灣建交就好了 幹嘛跟我們斷交呢 外交部說 我們並沒有給美國差別待遇見鬼了 那說還在研議 也沒有給 你相信嗎 另外講過 AIT佔地6.5公頃 現在是全世界第三名大的 比住北京大使館才4公頃 還多了等於是50%多 這麼大的地方他還不夠 那他要幹嘛 他沒多少人 他要幹嘛 有人就說了 是不是要撤僑 比較好撤 那AIT說怕到時候 蓋成什麼社會住宅很高 就把裡面看光光 不可以 他現在想要那邊坐停車場 然後他的這個 AIT的員工的運動 休閒設施等等 那郵數會議員就說 外交部不要當美國產生桶 講話應該硬起來 講話說我們一切聽中央的 一切聽中央 為什麼 因為這第95%的產權在中央 不是台北市政府 只是他都市計畫是學校用地 但是產權是中央 那高嘉瑜 高嘉瑜說AIT沒有蹲進目淋 不能被欲取欲求 來 嘉瑜 因為昨天這個下午 在我們內湖清白裡 就是召開這個說明會 從下午2點一路開到4點多 那我也到現場去了解民眾的訴求 那確實長期來 民眾對於這塊地是有期待 因為我從2010年當議員到現在 大家早期對這塊地 從金湖國中的預定地 也就是剛剛所說的 學校用地的需求 到後來轉變成 不管是說 變成運動的場館 或者是說音樂廳 甚至公佑 長照 昨天都有人提到 甚至是不是中紀宅 等等的規劃 反正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塊地對於民眾來講 他們覺得說 如果能夠給民眾使用 當然大家有這樣子的想法 是更好 但問題是台北市政府 一開始就發了一個喊給這個 各單位說 現在因為少指化 所以已經沒有學校用地的需求了 所以這塊地我們沒有要用了 那其實過去以來 台北市政府對這塊地 也有其他的規劃或想法 也讓民眾有這樣子的期待 那現在說不用了 外交部當然就拿來申請 因為畢竟AIT在旁邊 他們認為說 他們現在有這樣子的需求 或許說對美國來講 他非常重視在台灣的這個AIT的場館 所以他們認為這塊地 他們有更好的規劃或等等 那由外交部提出申請 但是我覺得外交部 應該做更多的溝通 讓民眾知道說 AIT在台灣所扮演的角色 那台美關係 是不是因為這個AIT在我們內湖 因為內湖可以說是 全台灣離美國最近的地方 因為AIT的使館 就是一個美國的領土 我們任何人進去 連手機什麼各方面 全部都要被檢查 甚至不能帶進去的 因為AIT裡面 就視為是美國領土的延伸 甚至裡面還有美國的郵局 你可以直接寄信到美國 那個算是國內郵件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個AIT 當然對美國來講 是非常重視的一個地方 那對台灣來講 當然它的層級 可能也非常的高 也就是說 對我們一般 甚至連我 昨天都還不知道那個座談會 我是事後才知道說 有這樣子的座談會 所以整個過程 我相信 這個需要有更多的溝通 讓民眾去了解說 到底為什麼需要一個 這麼大的場館 那它主要的用途是什麼 那敦親睦鄰 我覺得是 AIT在我們內湖之後 能夠做什麼 讓地方覺得說 雨有榮煙 或是讓大家覺得說 確實這個AIT 增加我們的光榮感 或是增加對地方來講 有什麼樣的一個幫助等等 讓民眾更清楚 否則我覺得 沒有溝通之後 當然對很多民眾來講 覺得說 為什麼這塊地 我們不能拿來做 長照 或者是公佑等等 大家有需求的設施 那台北市政府如果能夠 力爭說 這塊地台北市也有這樣的需求 或者是提出任何的替代的方案 或者是說 有其他的場館 可以作為替代 像很多人就提到說 像我們內湖的康寧國小 因為過去海沙屋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很多人就認為說 是不是能夠做一個改建的地方 然後能夠移到那裡 那等等的這些民眾的需求 我想昨天台北市政府 教育局都發局各單位 也都有到場 也能夠把這個需求 回去反映給市政府 那市政府如果認為有需要 或是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能夠在下一次 再跟民眾溝通說明 我覺得會比較好 但也不希望 藉著這一次的事件 去讓台美關係 有任何的誤解 或是製造台灣跟美國之間的 因為這件事情的對立 我覺得也不是一件好事 他現在有六點五公頃 他只有幾百個人 對不對 那幹嘛要那麼 他現在裡面在幹嘛 他員工增加了二十趴 然後 那幾百人大概有 就是理想說 每天進進出出的車輛 大概也有四百多輛 所以其實數量是蠻多的 那至於裡面的很多的 包括他裡面的建材 整個設計 甚至施工 他都是從美國直接運過來 所以其實台灣在整個過程裡面 對於AIT的裡面 很多的內部的事情 並不是這麼清楚 以前他大概怕 美國蓋俄羅斯的 駐俄羅斯的大使館 所有東西都出現 他怕俄國工人給他裝切丁器 在牆裡面搞等等 不過AIT如果要敦慶慕 你應該開放了 大家去參觀一下 那我們看看裡面 到底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相關新聞 況且美國還不是我們的 還不是我們的邦交國 對 一看議員和民眾越麻越兇 負責台美關係的外交部代表 趕緊開口指示著怒火 越少越忘 基層如此不滿 是因為美國在協會AIT 希望擴建政府鎖定內湖 國中金湖校區2.6公頃的用地 米片更為機關用地租給AIT使用 外交部周三上午辦了一場座談會 要傾聽民眾意見 就是快要9公頃 這是一個多大的土地 大家知不知道 美國白宮也不過才7.3公頃 你們不會覺得很荒謬嗎 目前6.5公頃大家知道比什麼大 比美國駐北京的大使館還大 沒有社學校不代表就要給AIT使用 對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曾於2017到2018年之間 想要討論 能不能用AIT鎮門口的那塊地 來興建社會住宅 但傳出AIT擔心樓層如果蓋得太高 他們內部反而會被看光光 而向這裡的住戶實際了解 這幾年也沒有收到AIT不准 他們向AIT來進行拍攝 基層高喊要蓋長照 拖育中心學校什麼都行 不解憑什麼一定要給美方使用 當時的人還不夠高瞻遠足 當時的人還沒有辦法預期到說 未來的業務會成長到這樣的一個 情形 AIT曾回應未來將派更多人員駐台 最快地則希望該額外的辦公室 倉庫休閒娛樂中心和停車場 不過也有娛樂質疑這麼大快地 是否為了供直升機起降又助於撤僑 讓黎明無法諒解的是全部疑問 都由外交部回答AIT人呢 但其實AIT有派員到現場 許位與會者身份 AIT表示不討論人力配置 都願傾聽社群意見 代表們待了一個小時沒聽完低調離開 政府常喊期盼台美共創雙贏 但基層幾乎感受不到 這個家喻委員剛剛說算客氣了 我這邊打聽了一下 當天有開會的 我們台北市的員工 一個是讀法局 一個是教育局 相關單位 我先講簡單的狀況 大家去看一下 這個紅線畫起來的地方 這個就是這個AIT想要擴建 變更的土地的範圍 2.7公頃非常大 下面就是AIT再來協會的地址 這個土地現在有停車場的使用 之前也給台北市環保局清潔隊 做過臨時的辦公室 所以目前原則上是李以民在那邊 稍微休息跟運動的一個簡單的場所 這個會開的過程當中 是外交部來主辦 所以我今天打電話 問了相關單位的人 我就說那昨天開會的狀況 現在是外交部主辦 那你們是不是協辦 都發局我說你們是不是協辦 他馬上否認 不是不是不是 我們旁聽 我們去看看現場發生什麼狀況 完全不是協辦 然後我就說那現場的氛圍如何 他就尷尬了一笑 他說不好插爆了 他說從頭罵到尾 因為民眾都認為AIT 根本就沒有管到 地方上民眾的想法 沒有善意 所以他說從開始 外交部人員講話 就下面一支虛 一支虛 一支罵 罵到後來會報該怎麼開 草草結束 最後只跟 草草結束 草草結束 結論講不清楚 到最後說下次再開一次 下次再開 還要再開 我相信委員應該知道 還要再開 但是我不曉得該怎麼開 而且為什麼地方上的民眾 會這麼的生氣 是因為昨天的簡報 有一張圖出來之後 大家非常生氣 是這一張 這是外交部長的計畫構想 內容說基於美國跟台灣之間的 堅定關係 所以AIT計畫 在這個土地上 興建額外的辦公室跟倉儲空間 然後一間提供AIT員工使用的 休閒活動中心 以及一座停車場 因為如果讓AIT能夠使用的話 就能夠怎麼樣 就能夠鞏固 美國跪台灣 堅若磐石的承諾 講完之後想要罵翻了 整個狂罵 他想說奇怪 這個到底幹這什麼事情 他說與其如果你真的想要 蓋這些東西 但不如管管地方上的需求 剛剛講過了 蓋圖書館也好 蓋活動中心也好 長照什麼設備都好 能夠解決地方的問題 但是最後居然答案是要蓋AIT員工的 休息場所 那請問一下地方上的民眾 怎麼能夠接受 所以我只能說這整個獲益是個黃牆走板 而且甚至聽到游淑會議員講 AIT的人好像聽說罵到一半就先走了 因為現在才是罵得太混亂 不敢上去 但問題是要知道 剛剛趙先生講到 這塊內湖國東的土地 有九十六趴是國有 只有四趴是私人土地 這一次為什麼會有台北市都發局進去聽 是因為這四趴的私人土地 是台北市政府可以管轄的範圍 但如果到最後內政部 只要把這四趴私人土地取消掉 或者是他買斷掉 變成百分之百都是國有財產所地的 情況之下 內政部根據法律 是可以直接決定 要不要變更地幕 不用經過台北市都發局的 沒有 變更地幕還是 程序上還是要地方政府的 都市計畫委員會去開會決定 所以他原本是學校用地 如果要變成機關用地 當然是申請單位 向台北市政府提出 那最主要是因為台北市政府說 現在沒有設校的需求 因為少子化 所以外交部才去申請 所以源頭還是在於說 台北市政府對於這件事情 對於這塊土地 到底有沒有需求 第二就是說市政府 到底同不同意 都市計畫的變更 才有後續的這些行為 能不能去做變更 台北市政府說 內政不可以進行決定 因為這是完全的 不通過 不經過台北市都委會 內政部的都委會 只要同意是可以強行變更 根據法律是核准的 大家都不敢得罪IT 我們只能說 台北關係很重要 但是在地的居民 權益也非常重要 這個部分要請加油委員 好好的來幫內湖人民都來爭取了 我覺得這個擺明了 我覺得就是看到美國 就是矮一節 但是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像是日本 日本算是美國在亞太地區 最重要的一個代理人 問題是在琉球的 美軍基地附近 其實他們的抗爭 他們對於美軍的反彈 對於美軍的厭惡 已經延續了多少年了 到現在為止一樣堅持不變 所以我覺得對於內湖來說 我認為AIT 是真的得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他們基本上來說 雖然他們把台灣 當作自己是西海 當作小老弟 台灣的某個程度來說 也是不敢去得罪 美方不管是哪一個政黨都一樣 但是就居民本身來說的話 台北是寸土寸金 你說你能夠做的事情 有這麼這麼的多 你說對於這個美國 這些AIT在台的這些員工們 我不曉得他們這個休閒的設施 會是什麼 卡拉OK 健身俱樂部 健身俱樂部因此蓋了一個後 就會鞏固台美關係嗎 以後如果萬一真的發生戰爭的時候 美軍因此願意幫忙多打一彈一炮嗎 多派一百個人來嗎 是這個樣子嗎 不會是 所以我覺得對於這個 內湖的居民來說 他們的憤怒 我覺得一方面是非常 就這個都序的土地運用 本身的合理性 提出他們的質疑 再一個我覺得事實上 跟這個整體的氣氛 跟目前的台美之間 甚至這個中美台之間 或是美國拿著台灣去當籌碼 而台灣的政府 基本上沒有任何智慧的餘地 我覺得這都是有直接相關的 我們剛剛講到比方說 像是烏克蘭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談到烏克蘭 在談到北約的峰會 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難道沒有那種 很似曾相識 或是擔心重新複製的 這個氣氛在嗎 也就是當今天拜登講明了 說我不讓你烏克蘭 在今年的北約峰會當中 成為我的成員國 因為我一旦同意的話 我們就要跟俄羅斯開戰了 我們不可能幫這個烏克蘭 去幫這個跟俄羅斯開戰 他連美國對於一個整個的軍力 的能力賜於中國的俄羅斯 都不願意開戰的時候 你認為美國會願意跟中國開戰嗎 那如果說今天有一天 真的發生台海戰爭 那會是什麼一個局面呢 你即便AIT的戰地再大好了 你說幾百個人 站那麼大的六點多公頃 到底要幹什麼 難不成把台灣的這些官員 停滅的通通塞進去 然後台灣其他地方成為戰場 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 其實在台灣討論 跟美國的關係的時候 很多事情都被過度的扭曲 扭曲到了我們 喪失了自己的國格 喪失自己的獨立性 我覺得這件事情 光光一個AIT的辦公室的戰地 就可以搞成這個樣子 我真的覺得 我們要悶心自問了 在AIT旁邊有好有壞 平常是很好的 打仗的時候就不好 安全 也許警察的選手會加強 打仗起來那個地方很危險 你怎麼知道 如果中美真的開戰 搞不好就把你這個AIT給你炸了 來 翔龍 平常也不好 今天在開會 你看到那些李明跟里長的反應 就是說當AIT擺在那裡之後 周圍的那種的 美國村的聚落感覺就出來了 晚上的時候 那種就是美國的老外 晚上喝醉酒 在那邊混 跑跑 咆哮 尖叫 你看到的在剛剛講到的 在沖繩美軍遇到的這件事情 現在在內湖其實還沒有上演 但那個味道差不多了 講到美國在所有國家的使領館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符號 就是如果他像台灣的AIT這麼大 或者比台灣的AIT大 基本上面那都是死神住的地方 你看到任何比台灣大的 會是哪裡 一定是戰亂很嚴重的地方 不管叫做巴格達也好 不管叫做貝魯特也好 或者是北非的這幾個國家的 美國的使領館 為什麼他需要大 他甚至大到他要刻意的凸顯 一件事情就是說 包括台灣一樣 我覺得許多的議員們 沒有講到重點 AIT比我們總統府都還大 大多了 你知道他比總統府大什麼意思嗎 我讓你知道台灣是誰管 當你認為說他巴格達的使領館很大 很抱歉他的巴格達比巴格達的總統府 比巴格達的就是說中央政府都還要大 他在讓你到這個地方 一看就知道誰在管管這個地方 是我美國 美國管 那些都有一些刻意的符號 在裡面 大堆六點五公頃不太有概念 六點五公頃 一公頃是一萬平方公頃 光是六點五公五公頃 大概就是兩萬平 你知道AIT從以前到現在 AIT旁邊必須要有個大學校 不是只有現在AIT 我當初在挑這個地方測AIT的時候 我就想AIT旁邊沒有足夠的空地 那他以後怎麼辦 因為我以前念的學校叫師大副中 我在念師大副中的時候 我記得以前小老師跟我們講過說 我們學校是師大副中 是全臺北市最大的高高中 就在AIT的對對面 那告訴我們說我們必須要有一大塊的空地 那個空地是平常就要保持進空的 你當運動場沒有關係 但就必須要進空 要幹嘛呢 就緊急的情況下 必須要有直升機起降 AIT是一個所有的在台灣發生衝突 斬首行動等等也好 不管那個時候 我們的國家元首在什麼地方 在總統府或總統府 那一定是先到大直 先到大直的國防部 橫山指揮所 從橫山指揮所到AIT 直升機五分鐘以內 同時當AIT這樣子設了之後 你可以判斷接下去 它一定會有一條獨特的航道 叫逃亡航道 就是所有的直升機 從AIT進出的時候 台灣的空軍是沒有辦法管制的 它一定會有個獨特的航道 好今天當我們在看待 看待這些議題在設定的時候 AIT在那地方 當它要擴充的時候 我們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美國在全世界的使領館 只要是很大的或是人很多的 你都要特別的小心 AIT現在有擴建的需求 是因為它香港已經垮了 香港垮了之後 它會有很多的亞洲的情報組組織 都會移到台灣來 這種情況很難懂嗎 不難懂 蘋果在香港 蘋果完了之後 蘋果很多人就逃到台灣來 台灣是一個中繼站 在這種情況下面 對AIT你不能夠正向看待 許多人對AIT 存在的浪漫的想法 以為住在AIT旁邊的安全部 AIT的旁邊 AIT是死神的家 你住在死神旁邊